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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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星期股市的下跌是连续跌了10% 而且整个市场几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理由 说不出来一个重要原因 就连我们平时一般用的替罪羊这些理由 现在都找不到 而某一些机构和文章所发表的那些观点 在我看来都不足以来匹配这个下跌 10%的超级大回调 所以说我们在上周并没有说是某种原因所导致下跌 只是说是由于价格的调整 这也是我本人一直以来在过去一周并没有发生大的害怕和担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美国开盘之前 像亚洲盘、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已经开始上涨 欧洲盘三大指数也同样有所上涨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对于美国股市的开盘是非常有利的 再加上美国白宫发布了最新的预算计划 计划在未来十年之内呢 投入2000亿美元用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其他的国防开支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重要的利好消息 就犹如中国08年的四万亿一样 能够帮助美国经济呢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大的改善 同时增加很多美国的就业岗位 所以不得不说 美国这一届政府特朗普看上去是不太靠谱 但是他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之内 连续发布了两条重磅政策 一条呢就是宣布了减税计划 将美国的公司税减至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 以此呢大量吸引企业去美国投资 使得呢这个不论是工作岗位也好 还是这个资金也好都向美国回流 第二点就是昨天晚上宣布的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 上万亿美元的投入使得美国在未来十年之内也能够创造大量的基础岗位 所以说这两个政策呢是目前都是对于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是一个重大利好 我们也相信呢这个在这两个重大利好之下 美国股市啊在目前短期出现这个大的风险性回调 或者说我们叫系统性崩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这也是我本人呢在做上周连续下跌的时候 并不是觉得它是一个大崩溃开始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图形啊 第一个图形呢是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我们看到美国道琼斯指数呢在前一天晚上曾经呢 上周五晚上是一度是打破到了最低价 但是很快就被拉回来 而且呢在这个前一天啊再一次打破了最低价的下面的支撑 但是都是在收盘价的时候呢收在了支撑线以上 这也显示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目前呢 还是处在一个长期的我们说长期的上涨通道中 但是呢虽然我们看日线图它是在长期线以上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到小试图呢不难看出 其实美股啊从下跌开始啊 从26000点下跌开始到现在 它始终还没有爬上一个短期的一小时平均线以上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考虑进场的朋友们 至少需要等待一个短期的上涨信号出现 那么上涨信号如果以一小时图形来看 在技术上来说就处在一个大约是24800点左右的高度 只有这个点被冲破以后 美国华尔街呢 道琼斯指数才能说在技术上出现一个短期的反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产品 就是今天咱们在文章中说到的比特币 我们知道比特币价格也是从19000在12月底的价格 19000美元跌到现在最低不足6000块钱 那么我今天要说的是呢 如果我们从这个16000高点划线向下的趋势线 或者从14500向下划趋势线 不论哪一条线都必须经过这个曾经一度的反弹点11800 但更加重要的是呢 这两条线都指出现在比特币是出现了反弹的刚开始 你不论是保守一些的 跌的高一点大约是8800 还是低一点的大约是8000 现在比特币价格呢 只要上了这两个价 或者说在这两条趋势线以上 那么它的短期都被认为是一个反弹信号 所以如果我们关心数字货币的朋友们 在本周可以重点关注比特币 只要它保持在这两条下压趋势线以上 那么比特币呢 在本周的后面几天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好了今天晚上大家需要注意的事件是8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年度CPI 也就是通胀数据 届时呢 会对英镑以及相关产品产生较大的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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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